接下来来看看的是 当然历见演习B 是大家所关注的议题了 我们来看看从今天早上5点钟 央视所发出来的消息 第一时间在央视的高的收看率里头 台湾当然立刻也开始发酵 但是这个央视到现在为止 累积大概200万看过直播 现在到3点09分左右 累积有864.4万人观看 这是大陆的观众如此 其中很多的关键事是包括说 要挑衅越胜 就越挑衅 那么就会越勒越紧 这就是围台军演的核心的 要恐吓的内容 其中台独是死路一条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种 热度在微博上都非常的高 而这一次被关键关注到的重点 我们上次也讨论到了 第一次出现的是 要港要狱风控 什么意思呢 不只是海域外面更近的 这样的距离的包围之外 还有这六个小点 这六个小点是什么 包括了基隆 台北 台中 高雄 台东 花莲 把六个港口给标出来 联合力见B的演习里面 演习区域是要让这个六个港口 没有办法有进出 航线 各种的进出的港口 通通被封之后 会有什么影响 其中传出来一个说 我们国天然气的船 这个有船只两次的调头 进不了台中港吗 我们很大量的需要 由外面的港腹 进天然气到台湾来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一直在提醒跟讨论的事情 结果这个传闻里面说 天然气这两次的调头里头 都是因应了有环岛的演习 在进行当中 有海警船等等 让他们没有办法进到台湾 没办法进港 中游当然发了新闻稿 博士说这是假讯息 但他们怎么博斥的呢 他说网船所提的这个船只 这有编号的船 其实在10月12号就抵达 因为港区没有茅驳区 没有办法停泊 所以在周边巡航 等到洩收时段才进港 他严正错误 严正曾经说是错误讯息 可是真的 如果说硬要用演习的方式 让你没办法进港的时候 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能怎么做呢 中游也只是否认吗 那进一步 我们有多少的时间 可以撑这个天然气呢 因为海巡署 这次要因应的就是什么 中国海警有四个编队 参与了军演 这个军演里头 也包括了围海的周边 那么航线里 本来没有列入进制水域 一直常叫 我们现在新闻稿里面都说 还没有进到我们进制水域 但是现在如果真的进到进制水域 或者是做了更多的包围的时候 这次他已经四个编队来了 已经告诉你 我们可能会怎么做了 到时候我们又要怎么因应呢 因为上次海巡署的各种的 船滑进来都不知道 或者有冲撞 很久才发现等等 那这一次我们上次也跟大家特别比较过了 第一次2022军演是佩洛西来的时候 这个蓝色的区域其实相对远 虽然当时有导弹的试射 5月的时候2024的A 在黄色的区域里面 也还这个包围已经范围广 那这次等于是把蓝色区域 红色区域把它全部补齐 告诉大家什么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越来越紧 面积缩小 更紧逼本岛 所以为什么选凌晨 开始动员 5点钟发布呢 央视的宣布 他的说法 这个叫预冤谈天的官方的账号里面 宣布他里有一几个 包括了万顿级的舰艇 怪兽船 首次参加对台的任务 还有点到面 从点到面 环岛不固定的路线 在多个区域巡航 而且你就像模拟实战一样 凌晨就是给你突袭 还有中国海警守进的 马祖岛上次顶多到金门 这次直接到马祖所谓的限制水域 完成他们说是对台靠路 一侧所有的外岛执法管控 从奔岛到外岛都进行了 所谓常态化执法巡查的时候 这次是逼的特色 但是多久不知道 但解放军要测试美国吗 韩国的媒体高度关注 因为这个牵涉到相对的 这个亚太这边的区域的关系 因为辽宁号10月13号就从巴士海峡通过 可能预想开战可以借航母来阻断 来自美国这些外部势力 包括日本韩国的援助或支持 这是韩联社的报导 认为在阻断美元是关键 而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里头 学者认为也在测试美军是不是能够应对 包括朝鲜半岛 现在很紧张 朝鲜半岛前阵时金正恩也 前两天也才宣布 非要有动作不可等等 甚至封闭互相的通航的交通 台海的双危机 如果跟朝鲜半岛的双危机 同时发生的话会怎么发生 会怎么做 但大国际事务的战略所 朱里教授他认为 林颖又认为 推测在这个时间军演 目的是要测试美军有没有能力 同时应对两个危机 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亮哥怎么看这次历劍B的演习 差异还有可能的影响 这次主要的特征是 他有四个海警编队 而且上次A海警编队是在外岛 这次就直接到本岛 所以才会传出 说他会不会临船登检 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今天只是第一天 当然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靠头是不是更近 所以我们反舰的导弹 那个架子都举起来了 在花莲 屏东 据我了解台中应该也举起来了 这个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闯 会不会闯 近24海里内 另外就是听说潜艇 甚至空中加油机都出来了 可是他这个因为没有发实弹 所以他比较像是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要求就定位 所以还是心里威慑居多 不过中游这个是有点误会 就是说因为人家贴出来那个就是说 他看到有一船台湾的船 在10月13号下午4点 既然那边好像要靠港又不靠港这样 人家并没有说不能进天然气 因为中游的回答就说 10月12号我们就已经卸货了 重点不是这个 10月12那个军演用还没开始 人家在care的是说 10月14号从今天开始 以后因为我们是每天进货 中游能不能每天进货 这个才是人家要关心的 就说高雄港 高雄港也有天然气的码头 台中也有 那人家就是关心 因为这次军演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结束 是 我补充一下现在现场画面 所带到的画面就是国防部 5点钟预定要发布的记者会 说要回应所有外接向亮哥 所在质疑着 好 那你之前有国安人士预测 那问题是他会有多久呢 影响会有多大呢 不 国安人士说会有演习 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多久 当时说10月10号 对 但后来也是到今天开始之后 不知道多久 国防部怎么应用 而且他是全天候的 今天早上5点45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知道他就定位 可是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不知道 因为理论上海警船如果要进来 进限制水域才有意义 或者是他要做登船栏检 才能够凸显国际法律上 就是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 如果他都没有做这个动作 那就纯粹只是就定位而已 我并不认为朝鲜这个动作 跟中国有关 我认为这个动作更像是 我觉得是南韩动作做过头了 他在一个月内到了平壤上空 撒船单撒了三次 坦白讲我还没看过这种事 尹锡悦你到底在干嘛 北韩本来就对尹锡悦非常有意见 你连续派三次派到无人机 到平壤上空发船单 然后尹锡悦国防部又说 这个跟韩国的国防部无关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 所以现在金正恩非常火大 听说今天就开始炸了 他要把南韩北韩的外联道路炸毁 可是之后还有没有进一步的 这个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认为 北韩如果要做动作 他不会是配合中国的 因为他们关系现在非常不好 因为中国大陆是希望北韩无核化 对于北韩有一些动作 其实中国也是有意见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是中韩在联手 我反而觉得北韩是在帮俄罗斯 就是我要在亚洲制造个变数 让你美国更不能够 把焦点都放在俄罗斯 俄罗斯 乌克兰也进入收尾的动作了 而且更重要是 普京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越乱越有利于川普当选 刚刚国防部记者会先告诉大家说 我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所有情词都知道会有这样子的 这个利剑逼的演习 同时他也回答了 刚刚有记者问亮哥的问题 那你知道 可以掌握说这个演习会多久吗 他说预计他以后会是常态性的演习 所以等于没有回答了 林哥 这个就是我们最麻烦的地方 你说现在人家可能会变常态性演习 那他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 那他会进行到什么情况不知道 他接下来我就问一个 他锁定我们六个港口 如果他开始对所有进入港口的船 进行检查你怎么办 请问我们打算怎么回应 万一有船尸被带走怎么办 是让他检查呢 让他行使他的公权力呢 还是我们要上去抢人 还是我们要去拦阻 要去护航 我们打算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其实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我讲实在话 因为你说解放军一定不会这样做吗 很难讲 因为他这一次可不是只有海军 他是连海警一起去 所以他很显然就是要把 以后他在台海周边执法常态化 而且要告诉所有在台海附近航行的船只 跟国家 以后这边就是我说了算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态势 因为你不能够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 你知道你一旦视而不见 以后人家就认定 那这边执法就是中国海警 那以后我们的主权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我觉得国防部是不是要更紧密的 给国人一个交代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 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他要演习 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好像是被突袭 虽然国防部一直告诉我们说 我们全程都有掌控 可是你要知道 他的船他是说今天凌晨5点开始演习 可是实际上他是船 他不可能瞬间他又没有任意门 直接在那个地方出现 所以他是早就已经先到那边去就定位 那我们当时知不知道他们在这六个区域就定位 我们晓不晓得 后面还全程直播 对啊 人家全程直播给你看 那请问一下我们怎么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掌握 昨天女女师见长就是说海警船在南下 是啊 昨天啊 是啊 对 就是连女女师都已经掌握了 那国防部有没有掌握 我就在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看人家宣布早上5点钟演习 国防部我看到他到八九点才开始回应 那你们真的掌握了还是你们回家睡觉 我担心的是这个 我们会不会全程状况外 然后现在急急忙忙的说要开国安获益干嘛 我觉得国安会议不是昨天就应该要开了吗 因为你都已经观察到他们有不寻常的动向 不是昨天就应该要先密切监控 看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了吗 因为这是很不寻常的东西 央视5点宣布8点开国安会议 是啊 所以这不是很怪的一件事吗 所以我们真的有料敌机先 我们真的有知道 解放军跟中国海警想要干嘛吗 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当然现在是个多事之丘 美国目前在这周边完全没有任何航母 所以他想帮你也没得帮 然后我们那个LNG船 因为很多人看到的是 你知道人家为什么会起疑吗 因为那个船的航机是 他先往里头走 走了之后又往外出来 然后又往外出来之后又往里头走 往里头走的时候又往外出来 所以忠友那个解释在我听起来不太通 为什么不太通 他说是因为没有博位 没有博位 他也没有博位 他不会用无线电闻 不能够对先通报吗 他还要尝试 我先来几个位置 不行我再出来一下 我们平洋停车才会这样吧 那个游轮要行进 那个是花钱的 开什么玩笑 他不断在那边运动 你以为不用钱 那个油料多贵 他怎么可能做这种傻事 能让他再玩游戏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多东西 还是直接告诉我们真实的讯息 不要再糊隆我们 其实很多人在关心这次演习的兵力 什么船来怎么样 飞机 其实在我来看这些都是吃药的 真正那是第二个 才是他来什么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来了 我们国防上常讲 存在就是力量 就怎么不是我们的兵力 到他那里去绕呢 为什么是他来这里绕我们呢 就是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 那第二个人 在整个的两岸的军力的这种互动 你要知道解放军掌握了主动 我们这里是一个被动 所谓的被动就是 何时 何地 何兵力 何种方式 我刚刚说的这四样 完完全全掌握在解放军 你能够做一个改变吗 你能够让他说 你今天不要在这吗 你都没有办法 就是差距很大 那你看今天的股市 我今天常常很关心股市 一开始跌了100点左右 后来一路上去 就后来又一路上去了 最后还涨了70几点 问你为什么这么近 这么危险的演习 人民都不怕呢 那你会发现他可能 是不是都习惯了 外资都很惊讶 台湾很镇定 过去都是这样子 我还要再问了 我们国安团队是不是也很镇定 是不是赖兴德 其实心里也非常笃定的说 其实他都是这样子 过去演习都是这样子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子想的话 我提醒以下这四点 第一个 美军是二战以来最脆弱的时刻 第二个 解放军是二战以来最强大的时刻 第三个 四局是二战以来最混乱的时刻 而且最接近三战的时刻 第四个 这个习近平是毛泽东以后权力最集中 最强势的一个领导人 我刚刚说了四个最 最最最最最 通通对谁不利 对台独不利 所以我非常殷切的期盼 赖总统你能够去想一想 为全民去想 不是你一个人的那个执念 你要想怎么样怎么样 你真的要去想一下 因为我知道备战 也许你能够找到一个避战的方法 但是备战之外 一定还有一个沟通 你要想办法跟对方去沟通 沟通是一个政治手段 只有政治手段完全解决不掉的时候 才用军事去解决 你现在是完全不沟通 完全大家就这样 相互不往来 如果你一心一意的叫做备战 希望避战却不沟通 最后的那个避战也是避战 但是是必然的避 而不是躲避的避 你们在寻求一个一定对撞 一定是这个会打起来的一个 那最后我要讲一个海警 这一次可能海警在这里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海警 海警就是海上警察 如果今天他来领解你 我先跟你讲 按照国际法的规则 你就是要让他领解 你不要去保护他什么什么 那是违反国际法的